我是07年来马来西亚的 所以我在这边已经待了14年了 我是在12年的年底跟先生注册结婚的 我非常适应啊 我来这边大概第二年我就很适应了 大概第三年就已经没有什么人觉得我是台湾人 因为我只有在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讲话就这样 平时的时候呢我讲话其实你们是听不出来的 我们台湾的新年其实是真的很没有年味的 要年味的话只能新年之前去年货大街啊 然后试吃那些什么牛軋糖啊肉干啊那些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哇好像要过年 可是这么在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了就是逛逛商场 然后去看电影去唱歌 小的时候记忆就是吃完年夜饭拿完红包之后就从初一岁到十五了 可是马来西亚不一样 我很多的习俗是在这边学的 比如说去人家家里面拜访的时候要拿两个干 然后学自己做年饼 鸡咖啡这些 然后才发现年饼可以这么多耶 还有啊跪下来跟长辈讲鸡箱话才拿红包 甚至要喝那个什么红枣水 还有舞师跟跳庄 我在台湾啦小时候大概七岁之后就没有看过了 08年在这边第一年过年的时候 哇我真的是尖叫 从老生耶尖叫 然后到每一个商场只要有那个跳庄啊舞师啊 我真的是跟着那个舞师队一家一家去看 他们舞多少家我就在台湾面看多少家这样 因为台湾没有了 有争吵过的啦 特别是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 那种想家的情绪会很严重 然后我就有争取过一年就是在台湾吃年夜饭 可是那一年我先生很伤心 他后来跟我讲说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弟弟他们全家移民澳洲 然后我的妹妹已经嫁了 像这样子我陪你回台湾吃年夜饭 就剩下我爸妈两个老的在马来西亚 自己过年年夜饭哦 哦那时候我听了就对啊我没事很难过 所以我们就达成协议 所以一年在马来西亚过年 另外一年的初二我们可以全部回台湾过年 如果那一年就是轮到那一年有回去台湾 我会觉得很圆满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也觉得很好 因为毕竟想要回娘家或是探望亲人的话 只要有时间了都可以不用一定拘泥在哪一个节日 台湾的话呢必吃的就是会有长年菜 就是很长一条 然后妈妈会用水就是煮过了之后再淋一点蚝油 就这样叫我们一个人吃一株哦 不可以中间咬断要再整个吃进去一口 然后佛跳墙一定需要有的象征什么都有这样子 那马来西亚的话呢 我最喜欢的是捞生 然后家婆喜欢盆菜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盆菜啊 然后像小姑很喜欢懒眉饭 我们每年初二的时候就也会有懒眉饭这样子 现在有疫情就是 我觉得很感谢家公家婆 因为他们也是很明理的人 是我家公家婆自己打电话来跟我们讲 今年不要回来哦 自己在自己的家过年 那所以我跟孩子还有老公呢 也是一样啊 就会在家 顶多是孩子官妮的时候就下楼 到花园让他们跑一跑 会觉得无奈 因为毕竟家公家婆判了好久 就整个疫情期间也没有怎么见面 就很希望可以抱抱孙这样子 可是就没有办法了 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就知道彼此对彼此的思念哦 所以等疫情过去的时候 就会多抓紧时间去聚会 目前已经是有两部电视剧 和一部电影在手上了 但是就要等政府宣布 什么时候可以开拍这样 预计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啦 然后在go shop那一边的主持的话呢 因为我也是就是freelancer 所以也是等着那一边去安排了 不过我相信今年会好起来的 因为你们看这几天的人数都在下降了 所以慢慢会好起来 要有信心